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舌头上有裂纹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沈医生通过舌相告诉你问题 并教你正确参考忠诚药 快拿出小镜子看一看自己的舌头吧 第一个,血虚了 血虚的时候除了舌头上面有裂纹 我们的舌头颜色还会很淡 没什么血色 嘴唇脸色也是一样发白 经常投云眼花,少气无力 手脚发麻 女性朋友还会月经变少 颜色变淡,甚至必经不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个 不易气血的八针丸 第二个,阴虚了 阴虚就说明我们身上的水液变少 我们的舌头就像干涸的土地 得不到雨水的滋养 出现裂纹 同时我们还会口干腌干 嗓子痛,眼睛干涩 喝水很多,小便又少又黄 有时候还会急躁易怒 晚上失眠睡不着,倒汗等等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一个滋补音乐的大补音玩 第三个,脾胃浮火 我们的舌头是通过经络连着脾胃的 所以也可以反映脾胃的状态 如果我们的脾胃里面火气过旺 就会把我们的舌头烤肝出现裂纹 同时舌苔还会发黄 还会口气重 嘴唇牙龈上容易长口香溃疡 吃的很多还容易饿 大便干节 这些都是脾胃油火的表现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轻脾胃火的牛黄青味丸 第四个,轻火抗肾 中医讲心开窍与舌 好多心脏的问题都可以反映在舌头上 如果你的舌头和图片上的一样 又红又瘦,还有裂纹 同时舌尖还很红,有红点点 这就是心火制胜 这种情况下还会失眠心烦 舌尖生疮,小便颜色发黄等等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一个轻心火的倒翅丸 第五个,肾气虚 这种裂纹总是在我们的舌根 而且不是在正中间 长得歪七八扭 如果你的舌头是这样 看看你是不是还会腰痛背痛呢 因为舌正中钩是我们脊柱的反射区 舌根是肾的反射区 腰为肾之腑 所以这种舌根部长得歪七八扭的裂纹 就表现为肾虚,腰背疼痛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一个金贵肾气丸 来补肾益气 第六个,弹湿过多 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上有弹湿的时候 就会舌苔很厚 那如果弹湿太多了,时间又长 舌苔就会挤在一起,形成裂纹 这个时候我们还会总觉得嗓子里有痰 吐不完,饭恶心,吃不下饭 头昏昏沉沉,四肢也很困重 大便很黏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个造尸话坛的二成丸 第七个,干气淤质 舌头需要气血的乳氧才能光滑 那如果干气淤质,气血的运行堵住了 舌头得不到血液的滋养,就会出现裂纹 而且舌头上面有很多的小红点点 同时还会心情不好,唉声叹气,老爱发脾气 两边斜肋部疼痛等等 这个时候就可以参考一个书干解育的柴湖书干玩 以上就是沈医生关于裂纹蛇的分享 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吧 你今天学会了吗